其实我们看的时候 就有那种 特别强烈的磕CP的感觉 言行平时 有没有跟小小在家 看剧也好 或者看练组也好 就是锁了的感觉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看爱情戏的 我会闹他就是了 就比较 只要戏里面 比如男主角跟女主角讲我爱你 我就说你怎么没有讲我爱你 我就会提后 我是等于是比较逗他的一个 方式在家里面 孟华录你看了吗 我看了前十集 为什么只看前十集 因为后面他就很 就要付费了是吧 对 他后面就开始谈恋爱了 后面他就不敢带我看了 那你有刻就比如说 就是小的哪部剧的那个 哪一个CP 就是 他怎么会去刻成小的CP 我可能刻他跟王一博吧 兄弟情 他怎么那么愁 你怎么那么愁 这里还有一个小妈咪 那么那么怕 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 我是一个人来的嘛 从来没有上过任何一个节目 我这是第一次 表现得有点尬就是 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有我会做的饭 你会做什么 吃吧 汤圆 我觉得老孟挺像一个背景男生 就是比较 有点没溜 但是他是那种好的那种没溜 什么叫没溜 就不太正极了 不太没溜 然后他也是可以调动很多气氛 这里真是一个磕瓜子的好地方 一看着以后我怎么招呼他们 哈喽 欢迎光临 真的吗 啊 欢迎光临可爱子 哎 有一对来了 我觉得我们得拿个用眼镜 这不一定是 哦 我认得了 是颜儿跟 天超 不是这边进去吗 应该是 我帮你我去 我聊了 你箱子比我重很多 哦 绅士 哦呦 天超 不像一个糙爷们儿 像一个很细腻的男人 我觉得这也是 他会吸引到别人的一个挺重要的点吧 你俩嗯什么 学习学习 学啥呀他在那儿学习 哦 两人一间 我想一人一间 因为我晚上还得工作乱七八糟 我也想申请 没关系你 如果你们想住一人一间 那就一人一间 我觉得你们三可以一人一间 然后我再挑一个就可以了 可以吗 你也可以 你们再商量商量 我觉得人生是一个 你会照顾以上宠学的 也是学习学习 感觉好像小弟在后面 学习学习 把我这笔记本给他记过去吧 干净 对 对 记码了 我感觉用得上